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疼 这药能消失你脸上的腐肉 疼是自然的 师父你法力无边 但是有别的不疼的法子 疼 公怪 哭了 这药就不灵了 为师还得再给你上一遍 我不要 师父 姐姐 姐姐 你终于醒了 你可知你之前有多危险 还好 一关说只要你能醒过来 清明就算无忧了 师父呢 姐姐问她做什么 先养好身体再说 我都受伤了 师父为什么不来看我 先是见姐姐受伤后 便再没来看过你一次 这种人 姐姐还挂念她做什么 不可能 姐姐 你慢点 她虽在乎本宫 她不可能对我弃之不顾 我的脸 我的脸怎么了 我的脸怎么了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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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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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是因为我的脸变成这样 她才不来看我呢 对不对 姐姐心知多了 又何必再问你 不是的 她不会如此耽误 一定是你 是你阻挠她 她才不来看我的 对不对 她若真的在意姐姐 又岂能被轻衣拦住 岂能浅泊无情之人 姐姐就该舍之弃之 不该再为她劳神烦心 如今 姐姐应静心修养才是 静心修养 如何静心 别以为我不知道 是你纵容那个纪云河 放走了从击所那些卑贱小仙 我只是没有拆穿你罢了 我的脸变成现在这样 我都是败你所赐 一切都是你的错 如今的确有错 错在往日未能约束姐姐 让你变得这般肆意忘怒 不知善恶 我就不该在不提兽前守护你 你就是这样报答我的 我告诉你 都是你的错 你还我的脸 你还我的脸 还我的脸 还我的脸 变得是来 我 如今 不知 万花谷的忠诚和心意 想必师父自然会了解 只是治疗好时 还请谷主耐心厚着 汝陵 师父 师父 你终于来看汝陵了 还不快滚 是 汝陵 放心 我定能抑好你的脸 汝陵只相信您一人 这药能消失你脸上的腐肉 疼是自然的 师父你法力无变 但是有别的不疼的法子 疼 汪陵贵 不哭 哭了 这药就不灵了 为师还得再给你上一遍 不要 师父 师父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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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如灵听话 明日为师再来依你的脸 明日 明日这样的汤还要再继续 和金云河交人 本宫定要让你们付出万般惨痛的代价 明日来 林国卓此次拼死救下先机 立下大功 承宇已向师父禀告 相信师父一定会论功行上 分内指示 好情不敢去功 承宇上先 不好劳 院中突然有几只恶灵出现 我等捉拿不住 还请上先 前去看看 仙师府中怎么会有恶灵 这 属下也不知 承宇失陪 林谷主稍作休息 谷主当真要留在陆台山 之前攒下的解药被雪三月盗走 也正无法进行 此次救出顺德立下大功 我要抓住这次机会找出解药 谷主的意思是 要去先师府偷药 好 不行 这太危险了 危险不是现在才有的 我们没得选 那思宇能为谷主做什么 帮我找些恶灵来 现实到底会将锦雕藏在哪里 还要拿着转出现呢 难道我太过紧张 出现了幻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防万一 子侍搜查府内 不得再有恶灵出现 是 承宇 发生何事 是 回禀师父 只是有些许恶灵出现 已被斩灭 林雇主为先机 送来了寻草灵药 正在静视向后 林雇主 河内 洱星见过仙师 我也喜欢下棋 看到残局暗奶不住 多看了一眼 不小心打翻棋子 还请仙师恕罪 你既有兴趣 我们对异一举 好